耶利米书第四十章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在拉玛释放了耶利米以后 从耶和华那里有话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被提出来的时候还被铁链锁着 在所有从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中间 护卫长把耶利米提出来 对他说 耶和华里的神曾说要降着灾祸在这地方 现在耶和华使灾祸临到 照他所说的行了 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 没有听从他的话 所以这事才临到你们 我现在解开你手上的铁链 你若认为与我一同到巴比伦去好 就一起去 我必好好照顾你 你若认为与我一同到巴比伦去不好 就不必去 看 全地都在你面前 你认为去哪里好 哪里合宜 就到哪里去吧 耶利米还没有回答 护卫长又说 你可以回到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 基大利是巴比伦王指派管理犹大各成的 你可以和他一起住在人民中间 或是你认为去哪里合宜 就到那里去吧 于是护卫长给他粮食和礼物 就释放他走了 耶利米就到米斯巴去见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和他一同住在那里剩下的人民中间 在亭野的众将领和他们的士兵 听见巴比伦王委派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那地 也委派他管理那些 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男人 妇女 孩童和那地最贫穷的人 他们就来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 其中有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 加利亚的两个儿子 约哈南和约拿丹 丹护密的儿子西莱亚 尼陀法人以匪的众子 和马加人的儿子耶撒尼亚 以及他们的士兵 沙帆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向他们和他们的士兵启示说 你们不要惧怕服侍迦勒底人 只管住在这地 服侍巴比伦王 就可以平安无事 至于我 我要留在米斯巴 事后那些来到我们这里的迦勒底人 你们只管收藏酒 夏天的果子和油 放在器皿里 并且住在你们所占有的城中 那些在摩亚 雅门 以东和各地所有的犹大人 听见了巴比伦王在犹大留下一些渔民 并且指派沙帆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 所有的犹大人就从被赶如到的各地方回来 到犹大帝的米斯巴去见基大利 并且收藏了许多的酒和夏天的果子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重将领 都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 对他说 亚门王巴利斯派尼泰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来杀你 你知道吗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不相信他们 后来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在米斯巴私下告诉基大利说 请容我去把利滩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杀了 并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要让他杀你 以致集合到你那里来的 所有犹大人都分散 犹大余生的人都灭亡呢 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 你不可做这事 因为你所说关于以什玛利的事 都是谎话